成千上万的野门人在首都萨纳发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活动 要求结束阿卜杜拉·萨利赫总统持续了数十年的统治 星期四至少有一万名示威者在萨纳大学聚集 首都其他地方也大约有六千名示威者参加了反对政府的集会 组织这些抗议活动的反对派成员以及青年活动人士表示 他们受到了突尼斯民众反抗活动的鼓舞和启发 突尼斯的反抗活动导致前总统本阿里被赶下台 数百名清政府的示威者也在萨纳举行了一次反抗议活动 萨利赫掌握政权已经有三十多年 他于2007年当选连任 而正在拟议的一条宪法修正案 使他可以在2013年总统任期期满后继续执政